天花板水管爆裂 大量的水倾泄而下 小型瀑布狂泄不止 导致地下室严重积水 桃園清浦移動600多戶的住商 混合大樓 樓下商場營運不到兩年 已经四度造成地下室大淹水 由于商场跟住宅分属不同管委会 因此住宅管委会束手无策 之前有住户把影片分享到商场群组 却被小编直接提出 并把影片删除 让住户忍无可忍 不过商场发出声明 表示强调有诚意来解决 未来会跟社区沟通协调 加强修缮管理速度 记者刘志展黄明君 王一仲桃園报导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